这道题说在一个双向链表的存储结构中 删除P所指的节点必须要修改哪些指针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链表 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前面是这个链表的头节点 当然这里用不到 我们默认它是位置的 我们只知道这个P以及它的左右 反正这里link它leftlink也就是rlink表示指向左的指针 然后rightlink也就是指向右的指针 其实也就是前后的意思 左也就是表中的向前 也就是左向向左指的指针 然后这个是右向的 也就是向后指的 那现在要删除这个中间P这个节点 必须要修改的指针 那想要删除这个P肯定是让P左面的 这样直接指向右面的 然后让P右面的直接指向左面的 这样就完成了 相当于把P给单独给拿出来了 那它要完成这个操作 P左面这个节点向右指的指针 肯定要修改 然后P右面这个节点 它向左指的这个指针也要修改 所以我们来看A选项 它说P左面这个节点向右指的指针 要等于P的右面这个节点 也就是把这个条 把这条指向这里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条添加是正确的 那第二句 它说要把P右面这个节点向左指的指针 给它复制成P左面这个节点 也就是把这一条 把这一条给改成直接指向这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看到这里如果 比较有把握的话 就可以直接选上A选项 那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后面三个都有哪些错误 B选项说P左面这个节点 把P左面这个节点 这个指针给复制成别的 那这个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节点的名称给改 它这个节点的名称 就叫P的LeftLink 我们要改的是它向右指的指针 所以B选项就错误 C选项 C选项说 首先要把P右面这个节点 向左指的指针 给它复制成P 也就是这条给它复制成P 但它现在本来就是P 就是没有进行改动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 然后D选项的错误 跟B选项是一样的 那P右面这个节点 这个指针就是指向P右面这个节点的 我们不能把它给改变直 我们要改的是它向左指的这个指针 给它跨过P来指向前面的这个节点 所以D选项有错误 那这条题最终就选择A选项 这个节点是在看里面是一样的 看到P来渐写的情况下 明镜需要摆到 让P去中央与两头的这条 是第一个节点 稍微再生项 我的意思是 这是必须有什么节点